大家都在猜 赖清德520演讲会说些什么 他会不会说出极端的态度言论 会不会说出比蔡英文当年的那些表达更加有爆炸性的那些言论 要让老胡来预测 我觉得他赖清德不敢说出非常有爆炸性的那种 能够立刻引爆两岸关系 立刻地动山摇的那种话来 我相信他不敢 其实大家注意赖清德自他当选以后 他的言论开始比他之前没当选的时候多了一些遮掩 赖清德大家都知道 他过去一直自称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现在台独这个词从他嘴里蹦出来的不像过去那么多了 虽然赖清德他的这种个性就是满嘴跑火车 但是我觉得大形势会对他形成某些约束 台海局势其实是中美关系中美大的战略博弈的他的一个表征 因为美国想与中国改善关系 他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搞出太大的破坏性动作来 所以他在520讲话 他刚上任 立刻就释放出大炸弹 我想他应该没这个胆量 接下来老虎要说 其实赖清德到底说什么并没有那么重要 台海局势说到底不是由赖清德的嘴巴来塑造的 台海局势是由大的力量的博弈在塑造 台湾是美国手里的一块战略的牌 美国一定会经常使用这张牌来跟中国大陆打 所以我们反反复复的一来一去 这样的博弈会是长期的 当然说来说去 台海局势到底怎么走 决定权 说实话掌握在咱们中国大陆这边 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既不是掌握在华盛顿的手里 更不是掌握在赖清德民进党当局他们的手里 解放军的飞机 不断的环岛飞行 我们的军舰 我们的航母都已经到了台湾外海 整个台湾地区 处在我们大陆完全的火力控制范围之内 台湾它怎么折腾 说实话 台湾现在就是个鸟笼子 这个鸟笼子 攣在咱们大陆的手里 赖清德民进党当局 就是这个鸟笼中的一只鸟 它今天这样叫两声 明天那样叫两声 但毕竟它是在那个笼子里叫 所以最后要说 赖清德他们这帮人别太嚣张了 虽然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 别以为那个地区领导人是怎么样 他啥都不是 在地缘政治的大格局中 在大陆的力量面前 他真的啥都不是 他需要夹着尾巴做人 是因为这些人 他自己的地区领导人是什么 你们俩的地区领导人是什么 我们俩的地区领导人是什么